记者王关仁台北报导 住在台北市罗斯福禄的57岁林姓妇人 她丈夫两年前的3月9日因令过世 林怡英过度思念王夫竞选在丈夫近日 本月9日也在住家内阳台上吊自杀 她遗书中写着没有丈夫的相伴 我无法活下去令道场处理的原警一阵鼻酸 警方调查林姓妇人与谢姓丈夫结婚数十年 夫妻两人感情融洽 献煞不少左邻右舍 夫妻两人育有一字 儿子也已经结婚成家 并从事制造业 一家人还与母亲姐姐弟弟同住 不过谢南两年前的3月9日 时英病逝世 谢过世后林妇悲痛欲绝 迟迟走不出丧夫之痛 尽管家人花时间陪伴开导 但林妇仍经常面露哀伤神色 本月9日下午3点多 林妇弟弟找不到姐姐 打电话在屋内叫唤 但林妇都没有出声 林妇弟弟在屋内四处查看 最后发现他在屋内阳台上 一绳索绑在晒衣杆上上吊自杀身亡 警方或报道场 在林妇房内找到遗书 林妇除了在一书中向母亲贵别致歉 还说自己没有丈夫的相伴 我无法活下去 警方说林妇家人得知她十分思念王夫 没料到她竟会在丈夫两年近日 那天共赴皇权都感到十分不舍与难过